说故事 乐乐餐厅 乐乐餐厅开门咯 小厨师乐乐开始忙着准备各种好吃的食物 咦 是谁在餐厅门口呢 还有谁在窗户外面跳啊跳 露出长长的耳朵 原来是狮子和兔子 我们肚子好饿 没问题 马上来 哇 是我最喜欢的肉耶 耶 是我最喜欢的胡萝卜 是谁在餐厅门口呢 还有从窗户外面走过去 露出蓬蓬的尾巴又是谁呢 原来是猫和松鼠 我们肚子好饿 没问题 马上来 哇 好香哦 是我最喜欢的鱼耶 是栗子耶 我最喜欢吃了 开门咯 乐乐看见大家吃得好高兴 她也好高兴 今天 狮子 兔子 猫和松鼠都好忙哦 在上面放一点胡萝卜 还可以做成鱼的形状 我最喜欢鱼了 喵 加一些栗子会很好吃哦 还有我最喜欢的 他们在忙着做什么呢 乐乐 祝你生日快乐 哇 原来今天是乐乐的生日 大家用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一起做了一个好大的蛋糕 要送给乐乐 哇 好特别的蛋糕 看起来好好吃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